原标题 税收法定在下一程,燕业税法和传博敦税法或人大通过。本报记者周肖肖北京报道,12月27日,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,审议通过了燕业税法和传博敦税法,两个税中实现了由暂行条例平移上升为法律,到2018年我国现行的18个税中,将实现由6个税中由法律规定征收,燕业税和传博敦税体量较小, 2016年税收规模分别为131亿元,48亿元。这两部税法分别于今年8月,10月份提交一审,在这次人大常委会议提交二审,并获得通过,修法过程比较顺利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事主任王瑞克,在12月27日的发布会上介绍,这两个税法,无论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,都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,迈出的坚定步伐,提高税收稳定性,成为性。 12月27日,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,举行了闭幕会,会议以156票赞成,一票反对,一票弃权,表决通过了业业税法。 会议以158票赞成,全票通过了传博敦税法。 在此之前,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中,诸葛人所得税,企业所得税,车船税,环境保护税,有法律规定征收外,增值税,消费税,资源税,烟业税,传博敦税等四个税种,由国务院制定的有公暂行条例规定征收。 18件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,2015年3月份,中央审议通过,观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,提出毕竟在2020年,完成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,将税收造型条例,上升为法律或者被指。 近几年,税收法定工作稳付推进,比如由排务费发展来的环境保护税,属于新开征税种,法律草案经全国人大的审议通过,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,而随之营业税改正增值税的全力试点,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,相关条例一定被指。 营业税法和传博敦税法审批通过,增加了我国有法律规定税种的数量,把这两个税的基本制度用法律决定下来,这两个税的法律制度的科学性、稳定性、权威性就提高了,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,迈出了坚定的步伐。 王瑞赫表示,营业税税率维持20%,王瑞赫表示,营业税法和传博敦税法的立法过程,主要是把原来的条例平移上升为法律,这次没有涉及到税制改革,没有对原来正在实行的法律制度做大的调整。 两部税法在包括纳税人、定税对象、集税依据、税率、税收征收等级的法律制度上,跟原来相比差别不大,营业税法如今年8月份提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审,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,首部从现行条例平移上升为法律的税收立法项目,按审对一审稿中,营业税纳税人的规定,进行了检定。 此外,还经一步明确了关于营业税征收管理的规定,和申报纳税的时间,根据省医通过的《烟业税法》规定,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的规定,收购营业的单位为营业税的纳税人,纳税人收购营业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为继税依据,营业税税率维持近有20%税率不变,营业税为地方税种,税源的集中在西南省份, 是营业产地现象两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,营业税法草案经历四个月时间,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成熟,并获得通过。 通过后的《烟业税法》将于2018年7月1日起施行,仅在税率安排上,又声音建议提高税率。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宝树,在二审小组讨论时表示, 在立法论证当中,一些地区和部门提出应是单考虑提高建议税率,因为目前某国产烟区都是边疆和贫困地区, 营业税收入是当地现象两级政府重要的,甚至是主要的财政来源。 本次立法从稳妥推进税收法制化改革角度出发,没有对税率进行调整,但考虑到地方所面临的实际困难, 建议在今后法律完善的过程中,能够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,逐步予以解决。 全伯敦税维持现行税募税率,全伯敦税法修订过程也比较顺利。 全伯敦税法草案,今年10月份,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出审,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,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率不变。 全伯敦税的征税对象,是自我国境外港口,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,是针对船舶使用海上航标等重航设施的行为设置的税种,由海关负责征收。 传伯敦税税募,按传伯敬多文化分为四档,不超过2000净多,2000至1万净多,1万至5万净多,超过5万净多。 今年12月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审,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,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,制定传伯敦税法是必要的。 讨案经过初次审议修改后,已经比较成熟,二审过程中对部分内容稍微做了些修改。 王瑞赫表示,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继续努力,在以后的立法规划和相关年度立法计划中,对相关的税收立法做出进一步的合理安排。 作者,周潇潇